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Lori 今天跟大家讲讲关于一些国际的新闻 其实上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过太平的时间 没有什么和平的时间 因为两场的战争出现,俄乌之间 由上年年头打到今天都没停 另外就是尾巴冲突两个星期之前开始 到今天也都变成一个似乎越演越烈之势 有很多香港的朋友可能都没感觉到有什么危机感 因为觉得这些跟我们很远,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 香港始终是福地,不会打仗的,不会到我们的 大家都觉得很安稳 但事实是否这样呢,我自己就觉得有点保留 因为坦白说,不知道会在哪一刻 无端端的战争会拖大国落水 令我们成为战场,没人知道的 而除了我之外,当然也有一些很重要的学者 或者投资者,大岳他们怎么看呢 他们都觉得这件事都挺危险 今天想跟大家讲讲,就是Way Dario 这个被称为恶王的桥水公司创办人 其实他自己怎么看呢 因为Way Dario本身是一个历史学者 其实他看了很多历史的分析 他之前那本书《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大家可能有看过 其实是说很多五百年的历史整合 他说他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 就会觉得今天现在发生的事情 很有机会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 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机会率是高达五十个百分析 今次跟大家讲讲 整天宣传你们,宣传和口水干 VIP的会员都没有突破性的增长 其实你们有没有加油 首先今天讲的内容 多数不是出自我自己的意见 是一篇网络的文章 就是Way Dario自己写的 也是一篇非常长的文章 他继续了部分他以前写的书的内容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重温一下这些内容 我也做过《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这本书的阅读整理 放在我的playlist里面 大家可以回头看 首先他觉得这场战争似乎是有机会 会向这个白热化的方向 继续去演进的 而且他看到我们去到二十一世纪都好 人类似乎那种人性是没有变到 是令到他挺伤心的 就是说去到今天 大家好像很文明那样 但依然可以用一个极为残酷 和非常暴力的方式对待其他人 还有可能是一言不合 有些很小的原因 大家就会变成一个激烈的流血冲突 这个他比较不开心的地方 而且他会看到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战争的状态 如果你检视历史的时候 就会觉得 跟过往一二次大战发生之前 那个欧洲的情况是挺相似的 都是一些小型的战争开始 接着就令大国不得不参与 变成了一场世界大战 所以他非常担心这件事会发生 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时刻 就是看到底以哈之间 或者以巴之间的冲突 会不会向外扩散 扩散的程度会是怎样呢 会变成中东的战争 还是世界大战 有没有一个和平的力量 会在中途干预突然间会杀停他们 这个是很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但是他从历史里面看得到 现在的情况似是向越演越烈的方向走着 接着可能会出现一个不同国家里面的一些排外事件 比如说在穆斯林的国家 可能会出现一个迫害犹太人的情况 或者在犹太人的地方会出现这个迫害穆斯林教徒的情况 这些在过往的战争都非常常见的 虽然不是你这个地方在打仗 但可能是你有一场大战 但我就会讨厌发生战争的另一边的人 因为人的天性就会根据自己的族群和血统自己划分 会自然产生一种凝聚力 这也是造成了排外的情况 这是一些内部冲突的问题可能会出现 也可能会出现一些 以色列和加沙地带以外的情况 就是一些国家扯入战争战争里面演变成大战 首先那个局势会怎样发展呢 Vidalio就说如果看回历史的时候 就会发现有五股的力量是会改变这个世界局势的 这五股力量在一些大型的战争出现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它们发挥作用的 包括些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那个债务货币和经济的问题 那特别是一个霸主地位的大国 如果它是出现一个高债务增长的时间 它会产生一系列的动态 和其他国家产生一些的关系 那这个是其中一股力量 第二股力量就是那个 有没有因为贫富懸殊导致的国内的一些冲突 就是比如说可能极左和极右之间的一个冲突 因为贫富懸殊就变得白热化 那这个是第二股力量 第三股力量就是那个 因为资源分布不均 或者是由债务所驱动的一种 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变化 和地缘政治之间的冲突 那这个是第三股力量 第四股力量就是自然力量的一种强制作用 包括一些台风 气候暖化 或者是一些地震 灾害 和新冠大流行这类型的疫情等等 这个都是自然的一些力量 那最后一个就是人类创造的力量 是人类的科技力量 那这五股力量只要是共同发挥作用的时候 都会演变成一个重大的趋势的转变 比如说可能趋势一直向上的 这五股力量一发挥的时候就会大幅地向下了 那中间那些小波幅大家就不用管了 因为这个是太大的驱动力量 那现在看回我们这个世界会是怎样的呢 其实在那个变化里面 你会看到第一个力量已经出现了 很明显了 那就是那个主导的帝国美国 其实面临着一个很严重的债务危机 那当发生这个债务危机的时间 大家都想像到 我欠人家很多钱的时候 欠人家根本还不起的时间 我希望就是不用还 那将其他国家拖落水 那这种做法就是那个最大的驱动力量 那在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霸主的力量 也都开始变得脆弱和向下走的 在这个时间就会有其他的国家 可能以前那些阿尔23就会成时冒起 就是想拿回应得的东西 那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局势是由一个单极霸主 去主导的话 其实相对会比较和平 但当他走弱势的时间 就会有很多其他的小的阿尔23就想挑战他 那这个就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动乱 那由这个债务危机所衍生的 美国国力衰退的问题 也都是带来了其他的问题 就包括是刚才所说的第二和第三个 就是美国国内的问题 他的国内的贫富差异变得严重了 那个社会的民粹的力量变大 那另外就是国外的问题就是 其他国家开始在地缘政治上 没有那么拜美国了 那也都会造成一系列的冲突 和一些磨擦在这个过程中出现 那另外当然大家看到 我们面对着第四个的力量 就是那个气候暖化的问题 现在气候暖化的情况很严重 我都说了一本Bill Gates那本书 稍后大家会在读好书里看到 就会看到其实我们面对着一个非常激进的需要 是要大家一起携手合作去改变这个气候的问题 否则这个世界基本上打来打去都没意思 迟早就不能住人了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自然的力量 那另外就是新冠大流行 你会看到这类型的疾病或者病毒 接下来会越来越多的 那或者是极端的气候都会出现得越来越频繁 那这都是重大的力量 譬如如果有个地方出现过多的自然灼害的事情 那些人要离开这个地方 那一定会造成很大的动荡 因为那些人可能就想去侵略其他地方 那这都是重大局势的转变的时候 一些驱动的力量 那最后当然就是那个关于科技 那看到科技的竞争现在是非常之激烈的 那个晶片之间的战争 如果有看我晶片战争的本书会看到 其实全世界是在争那个晶片 因为那个晶片能够领先多少 就等于你整个国家的国力领先多少 那这个就是科技造成那个力量 那另外就是那个关于 譬如说无人机 都是改变了一个战时那个状况的平衡力 就像哈马斯那样对着以色列 其实正常常规军备没得打 但是一个无人机可以炸烂它的坦克的 那过往很难做到 那你看到一些新的科技 是改变着过往的战略的平衡的 那如果我们同时间检视以上这五个资讯的时间 你不得不成的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处于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 因为可以说是五种力量 都是同时发生着很大的作用 那基于以上的一些观察 作者其实做了一个他的预期 他就认为很明显的两个趋势是什么呢 就是尾巴之间的冲突 其实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冲突 他似乎是向这个会更加激烈的方式去蔓延 而且是会做到有一方是完全战败 以及另一方是压制他才可以结束 那这个其中一个趋势 第二个趋势就是除了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之外 其实这个战事也都有向外蔓延的几个趋势 就是会令到其他的大国都会扯进这个战争的旋温里面 原因就是因为这两场战争 不论俄乌和尾巴也好 都已经是跳过了一个热战前的阶段 热战前的阶段就代表着大家还有计划的阶段 举一个例子就是好像2020年的时候 中印的边境出现磨擦 有军人去冲突然后有死伤 其实那时候都可以演变成一场大国之间的战争 但是因为两国的领导人都知道 这个时间我们根本就不想打仗 所以即使有冲突也好 我们不要演变成一场弊化的战争 我们就按下来了 所以两国的领导人都是有意将这件事去压低 就没有演变成一场中印之间的战争 那个阶段就叫做虽然有冲突 但仍然有计划的热战前的阶段 但是俄乌和尾巴之间 其实已经是跳过了这个阶段 是变成热战的阶段 而在这个阶段里面一定会有人员去死亡 而有战事人员不断死亡的时候 两国或者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怨就会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的时间也只会令到更加多人参与战争 他自己就很相信哈马斯背后 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去支持下 才敢采取这个行动 当然他文章里面就没有说是哪个力量 或者是哪个国家 所以他认为尾巴冲突就不可能只限于 以色列和加沙地带 基本上他觉得一定会维持下去 以及会继续蔓延下去 问题重点就在于到底 有没有大国在这个时间能够跳出来承担一个责任 去阻断这个战事的蔓延 他见到比较值得庆幸的一个点就是 虽然中美之间作为一个全球处于对抗冲突的国家 但是他们也是有意将这个热战的风险降到最低的 所以这几年来说除了热战之外 就是什么战都打坏了 始终就不开炮射的 所以这个就是作者认为值得庆幸的地方 但是他也强调了一件事就是说 这件事不会自然变好 如果大国之间不是主动去干预的话 这件事只会向恶化的方向发展 他就提出了两个建议去改善这个情况 他就说在这个大国之间的冲突 未跨越红线之前应该要做些事了 首先就是美国作为全世界霸主 他需要做一个两党的共治 因为过往那种由两党分治和大家互相激烈对抗的方式 已经不能够应对未来的局势的变化了 还有作为一个霸主 他需要有一个对外的权威的话 其实国内之间的一种内战就需要避免的 他希望有两党的温和派 可以共同组成一个两党委员会 取代了过往的一种互相敌视的一种状况 他觉得这件事是不容易做到 但也是美国必须要做的事 第二件事就是中美之间 作为一个全球最重要的领导力量 是必须要起竞争和冲突之余 去压低任何会爆发热战的可能性 而他们需要去攜手合作 共同滑船去阻止这些小型冲突的爆发 如果他们是共同滑船去造就和平的话 不单止可以阻断到战争 继续向激烈的方向发展 也都可以给到国际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就是即使是全世界最大的两个冲突的大国 也都能够去推进和平 这个是很重要的讯息 告诉其他地方知道 热战绝对不是一个选项 这个是VDAR会希望我们做到的一件事 所以我自己怎样看呢 我觉得他的说法也是非常有道理 还有有时候我们处于一个短短的几十年 我们未见过一些事情的发生 但在历史的围导体 其实很多的征兆已经出现了 就是一个爆发更加严重的大战征兆 但可行的是我们今天 在网络世界下资讯流通更加容易 我们可以预先地知道这些情况 还有可以尽量去避免它 所以VDAR作出这个警告我觉得都非常之好 对于散户投资者或者个人来说 我自己都很兴幸 就是两年前开始 我都是做了一个这样的准备 就觉得世界会向下走 整体来说都会向下走 所以我持有的资产就是减低一切杠杆 还有持有黄金 还有另一种我认为很可靠的资产就是比特币 这两方面都是我自己会继续长线持有 去应对未来的危机的 也都希望这些资讯可以帮大家去出家避兇 下次见 每个准父母 如果生了小孩就给你两皮的津贴 到底这个政策有没有效呢 能不能够提升出生率呢 我觉得我有资格说话 因为我是一个在香港会落地生根的人 正准备生儿育女开支散业 到底这个政策是否真的能够鼓励准父母 或者准生人去作出不同的家庭 计划